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正如上期节目所说的 EA又出了一个新的周末的德比的一个挑战 大家看到艾亚克斯菲尔诺德这场比赛德比入选了 马赛和大巴黎我也猜到了 但是基耶娜和桑普多利亚真是没有想到 最后这个更是没有想到 而且因为这个德比球员的价格拉的还是很高的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transfer list 我没有做这几个挑战 我反而把这些队员都卖了 前面这几个不是,这几个是 2500块,然后1700,1300 最夸张的应该是,还有这个基耶娜,这个前锋5400 法甲一个破中场,1800 阿甲克斯有一名门将 这名破铜卡,肯定平时都不值钱 要速度没速度,申计媒体2200 然后这名破后卫2900 那这名门将也是2900 因为我觉得钱实在太好挣了 我所有自己都没有做 我反而把这个队员就有队员我都卖了 然后所以现在宽斯差不多有26万左右吧 另外我把这个黑卡的这个前锋也卖了 卖了24万 我之前上期可能是不是有16万18万左右 反正卖完这些阵容创建需要的队员啊 差不多就卖了小小十万八九万的样子吧 我还有一些就是卖过的 我都这个从Transferities里移开了 然后下周可以确定德比肯定有洛尔区德比 就是多特蒙德对这个萨尔克林斯 所以我也买了一些两个队的 像什么边后卫啊 后卫和中场 因为这些位置价格相对说便宜点 而且就是阵容创建的时候 可能需要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像是边峰 这一个周末所有的挑战都不需要边峰 只需要前腰后腰 所以边峰不值什么钱 那前腰后腰还是挺贵的 但是大部分所有阵型都有边后卫吧 所以我买了一些边后卫 当然偶尔的挑战也有三后卫呢 希望希望不会吧 另外还是希望可以问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知道下周还有什么德比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个言评论一下 像一些西甲或者说北欧东欧的那些小球会的德比啊 其实才是怎么说 才是投资的好机会 我不知道 但是那些球队我也不是太熟 我们这个一起探讨一下吧 争取在这个周三之前 能够再猜出来几个德比 我们再投资一些 没准周末的时候还能挣些钱 另外如果大家还是特别想做 那个德比的挑战的话 可以在他快结束的时候再做 因为快结束的时候价格可能会像来说降下来一些些 现在可能还有一天三个小时吧 这个节目传上去之后可能还有一天左右 大家可以到时候再做 最后可以最后两个小时 或者三个小时的时候再做 那孙新民这个 因为万圣节的这些卡包啊 开的比较多 这韩国金卡队员价格已经下来了 所以孙新民这个任务 现在来说现在不是太贵了 五万以内应该可以搞定吧 现在好多韩国金卡队员两三千就可以买下来 买几个买三四个金卡 那剩下来拿一些铜卡 随便一low啊 就能把那个韩国那个任务完成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尝试着做一做 然后对着皮埃罗这个 其实我也是想到这个快结束的时候 再尝试着做一做 希望悉尼的队员能价格能降下来一点吧 好了我们接下来接着进入我们season的比赛 我又组了一个新的阵容 一套四三二一 其实配这套 主要原因是想试试这个IDEL 属于这种高性价比前锋吧 但身体还不错 速度还好 所以加个这个CAMP STYLE啊 把速度和控球稍微提上去一些啊 应该还不错吧 而且这么高 六十二接近以8的量 还有四颗星的SKU MOUS 右边给他搭的叫做费格尔 而也是四颗星的SKU MOUS 1993年 这胡子流的 看看他怎么样 左边给他搭内特普 看这个FIFA16成名之路的观众应该还记得他 这个16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不知道今年怎么样 不过还是有四颗星的SKU MOUS 四颗星的弱势脚 然后速度也有91 还是挺快的 中场迪亚拉主要是防守 右边我们就是这张巴黎 速度慢的要命 但是给他加了一块反应的卡 把速度上让他提一点 看他其他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吧 身体啊传球啊什么的 赫迪拉传说中也今年非常好用 我也试一试 好像现在就不多介绍 主要还是为了大家欢迎反应 或者说有租借的就先用着 但这期呢 我做了一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在调这个自定义战术 踢了非法也几年了吧 自定义战术几乎没怎么调过 但是这次我想调个疯狗流 关于这些自定义战术 每个项目 或者说每个划块代表什么 数值多少代表什么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不错的文章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下期节目吧 我把这个文章的具体内容 然后做到视频里 我们大家在一起探讨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吧 反正pressure和aggression 这两个就是疯狗流的主要的数值嘛 pressure就是你后防线 离这个自己球门的位置 越高等于说顶的越靠前嘛 然后aggression就是你的后卫 抢这个对方球员的程度 然后调越高呢 自己的后卫这个抢劫呢 相关于说也就会越积极 其实我这个划块整体调下来 只是就是把防线往前提了提 然后让自己的队员强起来 更卖力一些 疯狗流大家 反正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技术 然后看不起的一个踢法 但是我自己尝试了之后 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如果一个烂一点的疯狗流 或者说自己的防守不好 然后你想用疯狗流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连续的二过一 就是过得要找到空当 然后形成对你的门将的一对一 所以其实要想踢好疯狗流 就这么叫他吧 其实这个名字是不太尊重 要想踢好疯狗流 其实对你的防守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不只是队友之间的协法案 还有一对一的防守要求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说是疯狗流 其实这个就是刮帅的一个 怎么说全队防守的一种理念 前场就在帮助防守 然后后防线向前压 压缩对方的传球空间 争取在对方半场之内 就把球断下来 就地形成反击 其实这个在现实足球里 已经实践的非常好 对不对 在游戏里能实现这种打法 我其实觉得非常好 之前我一直没有尝试过 其实我是对我自己的防守没有信心 因为我怕我前场如果抢不下来 然后在后场很容易被人家过掉 然后在后场形成一对一的机会 我现在我觉得一对一的防守 我的防守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了 所以呢 我也想尝试一下 而且毕竟现在 这个season的级别 想来说低一点嘛 就是有一些失误啊 我觉得我还可以在金鸿端找回来 但是现在大家在画面中看到 这场比赛已经低个三比零了 但这场比赛 总的来说 风狗流没有在前场给对方造成太多的威胁 他还是能把球就带到我的半场了 我没有因为在前场的就地反击抢 能直接造成很多的机会 我还是可能还是在适应中吧 大部分进球都来源于打对方的防守反击 然后内特普的表现一如既往也是非常的好 之前也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 其实我用风狗流或者说前场跟阿比抢的一个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面对比自己水平低的对手啊 有时候你打防反或者控球 有时候效果不是太好 因为怎么说呢 防反控球就有时候不是说你想进球就能进球的 尤其在对方不失误情况下 大家看到了 我有17次摄门16次摄政 对方只有一次摄门 就是防守的压力给对方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再说回来就是 为什么有时候对低级别的对手 低这个防反和控球不是太好 因为防反控球是需要时间和就是配合的嘛 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传球失误和电脑 一个传球默认的一个失误就把你的配合全毁了 或者说有时候你射门今天状态就是不好 怎么射都不进 然后你之前还要配合好半天才能创造出来机会 但是好不容易创造出来机会呢 射门又不进 就是你虽然射门次数在那 但是如果你不进球的话 时间长的话会给你自己形成一种莫名的压力 但是你像风狗流的话 你可以利用对方的失误来形成 先来说比较简单的射门的机会 如果能造成对方这个传球的失误 在对方半场把球断下来 形成这种容易的射门机会的话 很轻松 可能开场没多长时间 挤棒子就把对方打死了 然后在后面再踢 先来说就更容易一些 像传控和防反的话 先来说有时候进球需耗的时间就长一些 先来说有时候进球来的晚啊 感觉自己压力也大一些 尤其是你觉得这个对手其实踢不过我 但是进球来的就是晚 像这个球就是我抢断对方的这个球嘛 在对方的半场 然后很轻松 几个二过一 然后一个直塞就进球了 进完球之后 对手其实就退了 因为他觉得可能到不了半场吧 你看他几乎没有射门 我三次射门三次都打正了 他感觉就是那种 我觉得如果我站在对手角度的感觉 我没有什么机会踢着来太累了 而且几乎我传不起来球 一传球就被断 一传球就被断 我自己也玩不了 陪别人打 我还不如退了 就这种感觉 就风狗流很容易让对方强退 而且还可以省一些时间 然后接下来的这对手呢 还是不错的一套阵容 41212 一套英超的阵容 穆萨今天真的用的 看用的人好多啊 然后这个球其实 是我自己的算传控吧 一个机会制造出来 就是你风狗流 你低下抢不下来的话 自己退回到 慢慢退回到自己的半场 然后在中场抢下来 或者在自己的后场抢下来 都是很好 总比就是你直接就放弃了 抢对方的机会 然后非要 回缩到自己的防线 然后去等打 打对方的反击 可能我觉得要 好一点吧 或者说更积极一点 尤其是踢比自己水平低的 反正我觉得更痛快点 然后这个球也是 对手很快就退了 我有五次射门 对方也是一次都没有 然后两个球就结束了 这个踢的非常的顺快 然后之前那两场比赛 都是用的那套4112 那个那套阵容 因为对方退得比较早嘛 所以体能都没有消耗 踢完两场之后 才换回这套43121 又是碰到一套4212 一套德甲这种 看着还是不错 但是拿踢二哥踢后腰 就感觉他没有什么防守嘛 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踢的怎么样 这场比赛是对手 先获得的机会 可能我前两场踢的 比较顺嘛 前两场比较凶 然后呢 人家可能他控球 其实相当说也还是不错 然后三转两地 最后脚射门也不错 进去外轰一脚 结果还真近了 但是我们很快就搬回来了 艾德尔这个球进的还是非常漂亮 但是大家看出来那个spin嘛 那一下甩出去好远 幸亏那条线路上没有多样防守的远 要不这个球就很容易就被断掉了 然后接下来17分钟 我们是在中场才把球断下来 也是打他一个反击 然后插到中间射门 没有什么威胁 还是被门江扑甩了 然后这个球我们还是在努力疯狂的抢断 结果最后断了之后又被人家断回去了 我们俩他感觉压的也比较靠前 我们这两行比赛感觉就是在互相打这个对方的反击 然后41分钟又是巴黎中场的一个抢断 其实巴黎我目前没准用到现在还觉得还可以 速度没有想象中这么慢 因为毕竟是一个中后场 速度对速度要求不是太高 这个球就可以看出来戈拉比抢的作用 看这个赫迪拉插的位置还是很靠前的 你要是打防反的话 他可能会像说在这个时间段比较靠后 没有机会再补这一脚 结果呢就因为他比较靠前 有机会把这球送进 像这个球就看出来这个戈拉比抢有时候的问题了 如果被对方打穿这个中场的话 一个直塞就形成了一对一的机会 如果你一对一的防守不好的话 赶那个球可能就进了 我就还好 结果挤开对方前锋把球抢回来 结果打他一个反击 因为他这会儿啊 后卫体能也不好了 艾德尔其实就是利用这个体能优势跑过去了而已 然后81分钟被对方进了个投球 其实这会儿我可以摆打扒 但是我没有 我可能踢嗨了 然后对方反正也都冲出来了 这会儿我两个发射轮员撞在一起了 我一升起一铲球 一激动 结果被人家搞了一个3比3 这场比赛其实射门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但可能就是因为最后比较激动吧 被对方扳平了 其实我3比1领先的时候完全可以打防反 我后来到了这个冠军联赛的时候 就是这么搞的 领先之后就开始这个 就不高啊比抢了就打防反 其实效果也是挺好的 好了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暂时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